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和第七轮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今天在北京落幕 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 最后一轮此类的双边对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在会上呼吁 美中两国应该要避免战略误判 增加互信 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敦促中国 要持续与亚太邻国以外交途径 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 下面我们就透过连线 邀请到上海政法学院 国防政策与海权研究所的 尼勒雄教授来为我们进行说明 尼教授您好 是 尼教授请问您在线上吗 对 是 首先我想先请问您 是 不好意思 我想先请问您 您认为这一次的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个双边 美中两国双边的对话看点有哪些 看点 南海问题 是吧 是 接下来人民币问题 基本上是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是 您认为在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上面 美中两国双边有没有取得什么重要的进展 或者是有哪些突破 南海问题上 我主要讲南海问题上 这个是比较难有突破的 责任性的突破会没什么 但是呢 双方会克制 那么以往的那个 从去年以来 美国这个三次 闯入这个 南海岛交在沙拉海里 从双方的这个 处置来看 还是符合 双方 建设 新型大国关系 这样一种愿望 还是能够制约 这种冲突的 看来 双方都比较克制 没有酿成什么 刷枪走火 从这点 管控的还可以 那么现在呢 这次对话能够继续 本身也就说明了 双方不想因为南海问题 而这个撕破脸皮吧 是吧 把事情闹得更大 是 那么还是双方能够坐下来谈 那么谈了过程后呢 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 是吧 那么再次重申而已 我看就是 也就做到这一点 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大家就寻求这个存同 这个存疑求同吧 各自争议 这一点呢 双方还是能够认可的 是 尼教授 有些问题呢 是 不好意思 我们一下子解决 是 不好意思 我想打断您一下 我想再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呢 有关这个南中国海的 这个主权争端的 这个裁决 马上即将出炉 那么中美双方目前对于这个裁决的结果是抱持着不同的态度 您怎么样看双方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面对这个裁决 这个裁决有没有可能对南中国海的争端起到什么样另一方面的作用 有点影响 那么听看起来好像是对中国不利的 但中国方面我个人观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基本态度已经是很明朗 就是大家所知的 不接受不参与 凡是对中国这个自国以来的领土 领海 这个权予 损失 那要造成损失的东西 我看中国政府是不会承认的 也不会屈服于外界各种压力 包括这个其他申诉国 那么作为美国和其他那些申诉方 他们之间和盟友之间 估计会拿这个南中国海来来说事 认为是对他们有利的 可能会掀起一波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高潮吧 是吧 这个是最坏的打算 那么在我看来高潮即使掀起来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是 那么您如何展望南中国海问题 现在各方的这种争执 还有这个有可能会演变成进一步的冲突吗 或者是摩擦将会加剧 从表面来看 紧张会长期持续 这个我上次接受 这个采访的时候已经分析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为美国可能利用南中国海 这个中国这个越来越强的 维护自己主权的这样一个态度和措施 会嘉奖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在重返亚洲的一个战略部署 借此战略部署 那么这个战略部署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可能是一个 他们所讲的亚洲小北约 我的具体来讲就是海上的军事同盟的一个组成 最终可能是会形成这样的东西 那么美国实际上已经在这样进行部署 在部署了 他部署的时候呢 他要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 这是一种策略 所以卡特那个防长就说了 中国在自己独立自己 在建筑一个独立自己的长城 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 他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那边去 为自己在太平洋 从返亚洲建立一个军事同盟 这样一个最终目的 可能为这个最终目的 寻找一种借口和解脱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上海政法学院 国防政策与海权研究的 尼勒雄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 BE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